好,我们就剩半个龙头了,把上节课说完 说天地人,天的春天在这个 人月,地在某个月,人可能到了这 最后再反应过来 实际上这个天堪于子,这个时候阳已经开始生了 你如果把这天做这个春天的开始 它春天这个阳气的象征也是可以的 那这就叫子,丑,淫 也可以这样 反正看你怎么用呢 然后我们说这个闪电,雷 八卦里面 阵卦为雷,梨卦为虎 它的顺序跟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先天后天,又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中国人怎么解释 这个雷为阳气上升,出阳吗 到这个月,经浙,它就不断往上升 升到最后 虽然说火是阴的,但是它是阳之极,也就是前挂所化 它升到极点,先有雷,一定是后有闪电 升到极点之后,怎么样呢 那这个就变阴了,阴就落下来了 火就变成水了 你想象不到 就是你学这个,理不通也是不顺的 那火,水和火,它怎么变成水了 它自然到极点,就落下来 这个天地才能有循环,才能生成不息 科学还差得远 我们中国 中土 自然很早之前 跟上面有沟通 就是一下,首先穿达到我们这儿 然后再扩散 他们都学偏了 你看这个科学啊 要跟学学古人 翻翻经典 眼光天文复查地理 误后现象 留意 中国这叫现象学 中医早就有 叫大数据啊 现在 才提出来 还不知道从哪儿着手 你一个肉体繁台 安敢揣测天机 这个雷公店母 不天哪雷批你 又错了 你就不要说这个吧 就说春分的时候 有个很好玩的游戏 立弹 就是升级弹 能立起来 那我们知道常识 都知道立不起来 是吧 那确实这一天 它就容易立起来 而且 不光中国 现在传到国外 世界各地 都在玩这个游戏 可以说 成百上千万的人 已经知道了 反倒是中国人自己 忽视的比较多 那传习的比较好的呢 可能河南啊 中原啊 山东啊 李一之邦啊 广蒙之乡啊 这个陕西啊 自古西安 这个 十三朝古都啊 等等 这些很多好的风俗习惯 有意义的东西 虽然说老百姓 日用意而不知 不知道其中的原理 但是他也在用 也在坚持过去的一些 习惯 实际上都是有作用的 至少是都是好的文化 这样才有趣 可能科学说 这个蛋每天都一样 你每天一不一样 每天你知道人体 要产生多少变化 人之外 那个大宇宙更是 你人能感应到的很有数 所以说呀 那我们下课 继续消灶系列 那我们下课